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看到一篇文章《賀普仁國醫》介紹 民間的偏方有7個可以治療牙痛 所以現在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牙痛慘過大病 痛起來真的很惡崖 現在這些方法可以幫助 不妨試試 因為材料很簡單 廚房也已經有了 首先用花椒10粒 白酒1、2粒 廚房有了,花椒8個這些花椒 白酒在廚房用來煮菜的白酒就可以了 把花椒泡在白酒裏 10分鐘後這個酒可以用來含在口中 含幾分鐘就見效 一天可以含兩次 每次10分鐘 大約3、4天你就會康復了 這個情況是適用於 神經性、過敏性 或者鑄牙方面的 牙痛 第2樣東西 也是胡椒 不過這次是白胡椒 不是花椒 又是10粒 要將它中成粉狀 然後加白酒 少許 把它拌勻 成為好像漿糊狀 然後將這些糊狀物體 分開4次 放在牙孔 這樣就可以止痛了 第3 這個各個都有的 就是生薑 切一片小小的生薑 把它放在 痛的牙 咬住它 一天可以做幾次 就算分膠的時候 咬住在這裡 也可以 第4個就是蒜頭 用適量的蒜頭 把它中爛了 然後要弄熱它 你可以用 熱水助熱它 將這個 蒜頭 塗在痛的地方 這個是可以緩解 牙椎鹽 牙周炎 和牙痛的 然後就要用 中的盛藥 這個就是六神丸 很方便 一定要買得到的 就是用1-2粒 又是把它 硬碎了 就把這個硬碎了的六神丸粉末 塗在你的牙肉 5-10分鐘 每天就一次 多數三次就已經可以了 另外一樣就是雲南白藥 這個真的很好 不過有朋友跟我說 在香港就買不到 如果你買到這個雲南白藥 就可以用一滴的開水 加一點雲南白藥 將它磨成糊狀 再用牙籤 把它塗在你的 牙縫 哪隻牙痛就在位置塗下去 一般來說 3-5分鐘就止痛了 第七 最方便的 冰敷 這個好像治療 乳傷一樣 你哪裏痛那個牙的部份呢 你就拿一個冰 用保鮮紙包住它 再用毛巾包住 不要那麼凍 然後把它貼住你的臉的位置 可以緩解你的疼痛 每次敷15分鐘好 不過一天可以敷3-4次 這幾個偏方材料簡單 家家戶戶都有 是很值得大家保留的 希望你們有需要的時候 試一下它 多謝你們收聽